大家好 我們是Rentia社群 今天跟大家報告的題目的是 長租剛好 永續租屋的市場研究 我們在這個專案裡面 我們主要有八個 比較活躍的參與者 就是幾乎每一場活動都有來參與討論的 今天會跟大家報告的是 我是DDIO 右手邊的是DM 我們Rentia不只這個專案 就整個Rentia社群 我們想要做的一個願景 就是我們想要讓租屋可以成為 台灣的一個居住選擇 我們在去年其實已經有自己去 親手的動工 把一間在新北整層的公寓 把它裝修好之後 然後現在有入住的狀態 在這個專案我們叫第一間房子 在第一間房子的這個專案裡面 我們其實後來有整理出兩個結論 是覺得今天要讓台灣可以做到 這件事情就是讓租屋可以成為一個 居住的選擇我們覺得有兩個很重要的 這個關鍵需要去達成的 第一個事情是 是的部分是我們覺得我們需要 可以去重新設計整個租屋的 這個權利關係和服務 第二個的話是我覺得 在這個專案裡面我們發現其實 人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對Rentia來說我們覺得 現在的大家在討論居住議題的時候 其實非常缺乏居住者的觀點 所以我們在這個專案裡面 就想要透過第一個是我們要建立一個 這個協作的支持的網絡 然後來去發展一個新的 去重新設計這個租賃關係的這個權利 在這邊我們主要會透過服務設計的研究方法 包含我們去做文獻的回顧 然後我們用這個可以把等一下會 也會分享給大家看 然後我們會去做厲害相關人的分析 來去建立使用者的這些使用者的群箱之後 然後再進一步來驗證怎麼樣的假設 是怎麼樣的服務是可以去符合 現在市場裡面在這個居住的 在雙北裡面的房東和房客這樣子的狀況 對那首先我就我接下來就來報告 我們接下來這兩個部分的進展 那第一個在建立協作 這是網絡的部分的話 我們目前我們第一次的啟動會議是實體的 那接下來有三次的是 就是線上討論 那我們主要就是使用MIRROR的工具 來去做我們所有的文獻的整理 然後還有討論還有分類的這個過程 那詳細的共筆都有寄在這個網址上面 那我們總共有八個參與者 這八個人其實來自非常多不同的專業 包含了設計 然後那個都市規劃 城市設計 然後還有像是開源 那每一個人大概都有一到三種專長參與這樣的討論 那可以看到因為我們其實大家基本上都是在有工作的狀態 所以我們是用一個純線上的 然後遠距的方式來進行我們剛剛講的這些所有的研究和討論 那大部分的參與者都是低度參與可能一個禮拜就是花一個小時到兩個小時的時間 在這個專案上面 那大家可以我的左手邊看到就是我們的MIRROR的一個截圖 就是我們在做文獻探討的時候 我們就是把所有的我們看到的文獻全部收集起來 然後進行分類 那再重新看這個租屋的 我們想要重新設計這個租屋權益的部分 就是我們可以其實發現 其實從我們的線上這些資料裡面是可以看到說其實 如果我們今天把房屋的持有屋齡人口這些統計資料放進來的話 其實我們是可以很比較清楚的知道 到底今天居住需求是怎麼樣被社會結構和那個整個社會的變遷來去做影響 對那再來是我們也有從不同的報導裡面來整理出了 我們可能常常原本通常一般新聞報導可能看到的是房客 在這個租屋市場裡面碰到的一些困境 但其實房東也有 所以我們就把這邊全部比較全面性的算是一個回顧和整理和 有分類出不同類型的人 他大概會在這個居住的 租屋的這個狀況裡面會碰到怎麼樣的問題 那最後因為我們其實參與者大概的年齡分布大概是二十幾到三十幾到四十歲的這個階段 所以其實大家也會分享很多 比如說自己的覺得自己的個人生涯的發展怎麼樣和他居住選擇 和他居住的這個形式會有怎麼樣的一個關聯 那最後是我們目前是整理出了十種居住者的特性 那但這個部分還有一點發展我們正在熟練中 那舉幾個例子比如說像是 我們有可能有一種人是他 會很注重他想要有一個自己的獨立的生活空間 那有的人他是會想和其他人一起分享他的生活的 那我們另外也有一類是比如說他可能是平常 光是忙著工作他可能回來就完全沒有辦法去顧及他的這個 居住的生活平址 對那如果想知道更詳細的資訊的話 我們的MIR看板上面都有我們所有的討論的結果 那可以看到我們在一開始的時候其實有講到 我們其實在這個專案的目標是想要去 從這個服務設計的研究方法裡面去做出 去找出一個我們覺得可以往下做研究的使用者的圖像 那到目前為止我們目前還在收斂中 這個進度並沒有像我們預期的這麼快 那我們覺得主要幾個問題是我們裡面的設計師大概就是兩位 那其他人雖然大家都有執行研究的經驗 但其實大家對執行研究的理解和訓練都是不一樣的 所以其實在討論上其實會有非常多卡關的地方 因為大家認知不同 那再來是我們原本一開始出發的那個問題比較模糊 所以要收斂就會更難 對然後再來就是我們剛剛講 其實線上的地步參與其實對專案的推進也會有一點困難 那接下來的話其實我和設計師Stella 我們兩個人其實會接下來會負責我們會重新來想一下 這個東西應該怎麼樣進行 比如說Stella我們設計師會來想說 我們會希望讓這個專案可以在更 從比較小的地方開始討論 讓這個專案比較容易往前進 那我這邊的話是我覺得除了這個專案之外 我們也會再想其他的更多的參與形式 讓我們感謝團隊的發表 接下來看評審有什麼問題要提出 我想先釐清一下 你們這個專案是想要做研究案 然後想要做出的成果會是一個對市場圖像的描述 還是會更進一步的想要提出可行方案或是政策建議 或者是提出一個新的服務形式 我想知道這個部分謝謝 還有其他請問的嗎 其實我蠻好奇那10種類型是什麼 如果你可以介紹一下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你們當時考欄用直信 為什麼不用量化 就例如做一個像市場調查的這種概念 然後選一些特殊的區域是你們有興趣的對象 謝謝 我這邊詢問就是依照目前的看考階段 包含10種角色跟第一間房的實踐經驗 有沒有什麼大的 也是內容產制的方向 舉例來說 租約關係裡面重要就是契約怎麼談 房東跟房客的關係 那當然還是有契約做保障 那是不是因為不同的角色就要更注意 某一種簽約的要注意的事項 或者要增加一些條約 或者以修代租能不能犯本化 就是這一塊契約這個是我自己想到的一個方向 所以想要問團隊認為說 怎麼樣讓你的專案研究成果 變成是其他的租約場域裡面 也可以導入的也是可以信賴的一些經驗 另外就是這個當然看起來是 以民間社會互助的角度來整理我的好的經驗 分享給別人 那這一塊未來會不會考慮跟一些倡議團體 或者是政策部門做溝通 租屋問題那個最關鍵就是租得起 那這個專案跟租得起這件事情有什麼連結 謝謝 還有其他評審有要提問的嗎 感謝評審的詳細提問 請團隊針對評審提出問題進行回答 我先講 好 這個應該這樣講 我先回答第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這個專案的目標想要走到哪裡 其實剛剛就是晚林講的都是我們要做 但是我覺得就現在階段當然 因為我們是想要從設計研究方法來出發 所以其實對設計來說第一個階段一定是我們要提出我們對使用者的圖像的分類和假設 然後從這個地方去驗證之後 再來才會說基於這樣的使用對我們對使用者的理解 我們想要提出怎麼樣的服務 所以有這個有實用者才會有服務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在第一階段的地方 然後現在目前在這個地方卡住 對 我這邊回答剛剛那個我們如果內容產制之後可不可以變成一個比如說像公版契約之類的東西 因為這對我們來說其實也蠻重要 因為本來租屋這件事情在比如說跟房東訪客之間立契約本來就是租客通常都是比較弱勢的角色 那所以我們透過這樣的研究我們就希望說我們可以把該怎麼樣保障租客的契約 或是不同身份或是不同族群的房客他該怎麼樣在這個契約裡面 就是守好他自己的權益 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研究我們可以把它放進來 那確實以後比如說該怎麼跟房東談 跟房東的關係的建立然後加上契約 這是我們之後想要產制的方向 然後還有一個問題是跟政策部門還有倡議團體的溝通 這確實也是我們之後會想要跟他們合作的地方 那目前我們已經有初步的接觸 那像是比如說台北的崔媽媽或者是盲草琴都是我們之後可以討論的對象 然後跟朱德琦對我們真的很希望這個東西之後是我們做進行倡議的一個就是研究案 因為朱德琦這件事情在我們這個裡面就是我們如果把就是房客跟房東的關係建立起來 然後讓我們知道說哪些地方 譬如說甚至可以延伸到譬如說台北市的閒置空間 我們要怎麼樣把它火化 那要怎麼樣跟房東說我們這個東西火化之後 然後我們可以給房客一個譬如說更彈性的設計啊 或者是更廉價的租金那這都是之後我們可以發展的方向 那我補充一下後面三個問題 就是住的其他部分是也是我們裡面非常重要的一個問題 是所以其實在我們裡面是有特別去看人口和薪資的分布 所以因為就說實話如果今天只是要做一個就是出租公寓的話 其實現在很多人在做 但我們想要做的事情是所得中位數的人也可以租得起 也負擔得起的一個住屋住宅 所以我們才需要特別另外做一個使用者研究 那這個東西因為其實現在市場上並不存在這樣的產品 所以其實我們從此我們選擇從質化的方式進場 也是因為這個東西它是目前並不存在的一個服務 對然後剛剛還有提到對質性的步驟 對然後10種的部分我們這邊提的就是123455種了 然後還有另外的就是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我這邊沒有特別提是因為那個東西還在收斂 那個東西比較像是我們新種自己的經驗出發提了10種東西 對但是我覺得它還不夠我們 我們覺得還不夠有代表性 所以就這邊我覺得就不把放在結論的部分 對然後有一個 對就是剛剛講我覺得我們我們的東西是在第一間房子的時候 我們有自己提了非常多的解法 包含比如說怎麼樣和房東簽約 但是因為我覺得那個做完之後 對我們來說是那個比較像是個案 就是我們怎麼樣解決這間房子的問題 但是所以在這個專案裡面我們想做是讓它擴大一點 讓它可以變成是一個比較可以適用在至少 我們的目標是雙北的這樣的租屋的環境裡面 怎麼樣可以把這個東西套用在更多的人身上 所以才會有想要做一個比較廣泛的一般化的使用者研究 謝謝大家 好讓我們一掌聲感謝團隊的報告與回應 非常汗 非常彰rie